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官方的建议频道里被提出的 那中文区呢最早是在去年六月也发出了哀嚎 等到今年的三月十一 这个资料夹或说收藏夹的功能终于是上线了 目前是Beta测试阶段 使用方式说简单吧 但不是很方便 不算理想的状态 先阶段而言 我给三颗心吧 要使用收藏夹有两种方式 首先可以打开你的personal fate 你会看到上面的分页最尾巴多了一个collections 点开后在这里新建你的收藏夹 选择create and add image 就可以在小窗里面开始挑选你要放进来的图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对自己历来生成用的prompt有些印象 或者说有做记录整理的话 会方便非常多 但不论有没有记录 终究是要一张一张加 前面我们说它不方便的点主要在这里 作为从去年就开始使用的人 那个图库的量喔 翻起来真的会要我老命啦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在personal fate 点一下select image 先选好你要放一起的图 然后点一下organize 就可以根据你选中的图来建立收藏夹 收藏夹的优点在于可以建立子集 最多能建立三个层级 一旦养成了整理的习惯 找起东西来就会方便很多 不过免费仔的话 因为最多只能建立一个收藏夹 所以是用不了子集的功能的 未来官方也预告了会有分享收藏夹的功能 可以直接跟其他人分享你整理好的收藏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通用升级器Universal Upscaler 中文我乱翻了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 入口可以在首页上方的功能指引区域 以及左侧导行列Canvas Editor的下方找到 常使用NEO的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导航列的排序也改版了哦 主要是把工具和模型训练调换的位置 并且增加了更新公告区块 点一下What's New就可以随时查看最近更新了什么新东西 回到Universal Upscaler 必须要先上传一张图片才能开始操作它 你可以选择直接上传电脑里的图片 也可以从你生成库里面挑选一张 图片三传完成后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相关的参数设定了 首先你需要选择一种你喜欢的风格 目前只有四种风格可以选 这四种风格分别是 General 通用 2D Art & Illustration 平面艺术与插画 Cinematic 电影风格 以及 CG Art & Game Assets 电汇艺术与游戏素材 因为它是 Upscaler 所以风格对生成结果的影响并不会太剧烈 你更应该是依据你上传的图片本身具备的风格来选择 如果你想要像CtrlNet那样 用上传的构图生成不同风格的结果 回去生成界面用CtrlNet 不要为难一个 Upscaler 现在画面上的情况是 Great DVD Strength 开到最大的结果 一半并不建议这样使用 官方推荐的数值是 5 这个数值越高 生成结果受到风格影响的程度就会越重 下面这个 Upscale Multiplier 是放大倍数 拖动的同时 它会在下方直接告诉你 Upscale后的图片将会有多大 最后是 Pumped 跟风格一样 它不会有非常剧烈的影响效果 但是 它可能可以帮助修正一些问题 或者对生成结果的稳定性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但我自己通常是选择略过它 需要注意的是 Universal Upscale 的代币效耗 是根据你 Upscale后的图像大小来计算的 最低也要30个币 如果你丢进去的图本身就大的话 以4个升级 花到100多币也是有可能的 按下去之前记得注意看哦 6的即时涂鸦 Realtime Canvas 在上线之后收到广大好评 最近它又增加了两个小小的新功能 变得更好用了 第一个是在左边的工具列表里面 新增了一个 Generate按钮 这个 Icon 就是隔壁那个即时生成功能的 Icon 现在在即时涂鸦里面也可以单独使用了 第二个是去背功能 像这样在画框内额外生成的图 或是上传进来的图 都会在下面这个图层上下按钮旁边 多出一个去背功能按键 这两个小功能可以帮助你更方便的将多个图像或元素组合在一起 非常适合想要进行复杂创作的朋友们使用 既然刚刚讲到了去背功能 下一个我们就来看看最近三月刚更新的透明模式 Transparency Mode 在一般的生成界面里 左侧设置列表中间 你会找到这个新的透明模式的开关 打开后就可以生成透明背景的PNG格式图像 它跟后期具备不同 是在生成的时候就已经是直接生成透明背景了 官方推荐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不要写太长的Prompt 并且避免去描述背景 会得到比较好的生成结果 另外目前它跟LEDXL这个模型的适配性不太好 也建议不要使用LEDXL来做透明生成 目前打开透明模式并不会额外加收代币 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去玩玩看哦 蠻推荐叠加新的EMMOSSE LORA 一起使用就可以直接插出透明的贴图啦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段时间上架的模型和ELEMENTS 也就是LEO的LORA 新的四个大模型都是XL系列的 分别是 适合产出电影资格的MEO NADO KINO 适合生成动画插画风格的MEO NADO ANIME 高速模型有哪多Nightning和基模SDXL1.0 我自己会用KINO KAI ALCHEMY ILLUSTRATION 搭配ANIME LORA来刷图 这组PMTAN参数我会放在好读文字版里面 效果总体来说我自己很喜欢啦 另外官方有写到 选择KINO的时候不要使用反向提示 那我现在的使用习惯 如果是选XL系的模型 基本上除非有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想要 但是它一直出现的 才会去写反向 不然的话已经很少再开那个格子了 Anime模型应该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模型吧 终于是一个直接生成就会出动漫风格的模型 很适合搭配新的LORA还有ALCHEMY来使用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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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Lightning顾名思义就是跑得快 大约只需要其他模型不到一半的生成时间 因为也是XL系的模型 所以生成品质一点都不差 套用各种控制功能和LORA也完全没问题 最后一个模型应该不用多介绍 它就是完整的SD SL 1.0 不要小看XL的基模 有时候它们的风格反对比其他Find Joe模型要好得多 啊 还有件小事 选择Anime和Lightning模型的时候 引导权重是没有作用 也无法被调整的 应该是为了保证生成品质 会直接套用官方后台设定的固定数值 其他模型还是可以照常调整的 引导权重这个功能没有坏掉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快速的看一圈 最近上线的16个使用于XLC模型的LORA 首先是Vintage Photography 复古摄影的LORA 想要图像有一点年代感的 可以试试看 Sparkle Core 就是闪 会添加细碎闪亮的光点 适合创作具有梦幻氛围的图像 Simple Icons 名称是简单图标 可以制作图标或者logo 也很适合那种简单的小漫画风格 而Simple Flat Illustration 是平图插画的LORA 满有杂志或者书籍插画的感觉 接着是Glass Core 这个LORA的特点是玻璃质感 当你的Prompt里面有玻璃或是水晶 可以试试加上它 Fantasy Icons 则是奇幻风格的图标 对于需要制作奇幻游戏或者故事的人来说 应该会很好用 Dragon Skills 是龙龄LORA 它具有强烈的奇幻色彩 并且强调银片质感 Dark Arts 是黑暗艺术风格的LORA 适合创作 具有神秘氛围的图像 CyberTech 是赛博科技的风格 适合生成科技未来主题的创作 Cue Amos 则是可爱的表情图LORA 通常会把画面分隔成小块小块的 来生成多个小图 ColourPop 是强调色彩鲜艳的LORA 可以生成强烈高饱和度的图像 3D Scalp 这是3D建模风格的LORA 成品会有一种建模渲染的质感 Glow Wave 是将特殊的光源引入画面的LORA 成品非常的炫目 CGiNoir 可以轻松制作出深色调的画面 适合生成夜晚剪影还有黑暗风格 Old School Comic 是经典漫画风格的LORA 结果会比较偏向美慢 最后一个Digital Painting 则是电汇质感LORA 有比较强烈的油画笔触 套用LORA的注意事项还是老样子 同时调用3个以上的LORA 可能会产生不好的成品 大家要记得注意权重的调配哦 至于新模型和新LORA更详细的实操介绍 之后再找机会单独来聊吧 到这边我们就把最近的更新都看完了 这次LOR的更新为创作过程增加了更多乐趣和可能性 其中最好的功能性更新应该要算是收藏家 尽管我觉得它的使用性还有点提升 但终于能把生成结果分类整理起来 确实是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通用upscale的功能也很强大 但由于代币消耗比较高 如果你是免费载 那么需要谨慎点使用 此外即使涂鸦的小改版算是非常的贴心 不是那种不加不行的功能 但加了之后真的很好用 我特别喜爱3月29号推出的 新Elements Old School Comic & CGI NOAH 尤其是搭配新的纽拿到Anime XL Old School Comic可以生成出高度还原的 偏向于欧美式的经典漫画风格 我也喜欢Anime XL这个模型 还有Simple Icons开1.0的效果 希望大家都能用这些新的功能以及模型 创作出更多有趣好看的作品 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或反规 可以在影片下方或Discord中文去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扩增功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 也许之后就有机会实现哦 那么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分享给你对AI算途感兴趣的朋友 感谢各位收看 感谢各位收看 Bye